大家好,很高兴能够虚拟地来到淡江大学 跟大家分享一下虚拟世界也人际关系这个题目 那中间呢,任何时候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出手机或者是笔电 到slido这个网站slido.com 它是slido 然后呢,进去之后呢,它会请你输入一个房间的代码 就输入tku 小写 那只要输入tku之后就可以进入一个聊天室 这个聊天室的特色就是它是匿名的 你想要的话才需要输入你的名字 所以说通常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透过匿名的方式比较容易收到这个有挑战性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连线状况许可的话 我会在行政院里面开会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透过连线的方式跟大家进行讨论 那如果这个开会没有办法 这个在线上直接用直播的方式回应的话 那我也会在线上呢用文字的方式 回应大家所提出来的问题 我自己呢是因为从大概14岁的时候开始 就完全是几乎是从网路上面跟研究者直接进行学习 那当然也有旁听一些研究所的课 然后也有参加一些实体的计划 但是绝大部分我的朋友都是在网路上面先认识 然后才见面然后才认识的 所以也就是说从我学习的过程里面 社群网路社群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这里呢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做Alison Randall 我们认识呢已经大概20年了 可是在这20年以来 其实呢我们大概只见过三次面 那这一份简报就是他有一次到台北的时候 用英文做出来的 但是呢因为呢我们都是采用CC授权 也就是我们抛弃掉我们大部分的著作财产权 当然我连人格权都抛弃掉 所以说呢在这样子的时候 他的简报我就可以任意的改作 然后变成中文的又配上图片 其实这些图片也不是我找的 而是在Flickr这个平台上 也有很多朋友用CC授权授权出他们的照片 所以呢这整份简报就是这样子 互相混搭互相开源 来使用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到slido.com 输入TKU来问任何问题 我今天想要讲的这件事情是说 我参与开源社群大概20年以来 其实我越来越觉得是说 每一个不同的社群 不管是开放软体 开放硬体 开放学术论文 开放维基百科 所有这些的朋友们 就是在一条一条不同的道路上面并肩而行 你只要加入任何一个社群 你就会发现说全世界不是只有你关心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多人也关心一样的事情 为什么说这是一条修行的道路呢 因为所有这些现在还活着的大的社群 对新手呢都相当的友善 因为呢对新手不友善的社群呢 根本不会这个存活到现在让大家来看到 所以说不管你本来跟人相处 有什么样子的困难或者障碍 只要加入社群够久 慢慢慢慢都会变成更好 更能够跟人相处的人 这个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单独一朵花 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 能够脱离社群而成长 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社群里面 基本上是我们做出任何成长的方式 而网路它就像一条道路 能够联系许许多多不同的花园 不同的空间 让大家不同的想法 就像种子飘散一样 慢慢慢慢的都在这些空间里面 生根发芽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虽然看到可能做出很多很棒的 像Linux中文系统 维基百科这种网站 但是重点是人 人是一切的核心 每一个专案参与的核心参与者 可能只有1%的人 也许这1%的人是维基百科里面 大部分会写新条目的人 可能有10%的人会愿意来改错字 来提出一点点他们自己相关的看法 但是呢 另外90%的人其实才是重点 这90%的人是我们一般就是看 或者期末考的时候需要操作业的时候上去看一下 可是里面只要有一些些人能够变成中间的贡献者 或变成核心贡献者 这个社群就可以不断获得新血 就可以积蓄下去 在大部分的开放社群里面 大家是分工合作的 不可能有人懂所有的东西 而最重要的就是 不是大家关起门来自己开发就好 而是说 如果你是教学的社群 就是跟学生一起 如果你是开发软体的社群 就是跟使用者一起 让大家一起知道说 要怎么样来做事情 其实政府也是一样的 以前我们常常说for the people 就是要跟人民进行这个任何政策宣导的时候 是为了人民好 但是到了这个世纪 其实我们现在在讲是with the people 就是在政策制定的早期 我们就把我们可能还没有想清楚的东西公布出来 或者是让大家一起用联署的方式来提醒政府说 应该要想什么 也就是说是一个伙伴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上对下的关系 当然呢 还是有所谓的上游跟下游 如果你写出一些东西 比方说一些文字 别人去把它做成懒人包 或做成歌曲或什么 那你就是他上游 同样的你的这些文字 可能也是从各种基础研究 或是一些资料科学来的 这个时候那些人是你的上游 这样子上下游的关系的一个重点 就是所谓源头活水 什么是源头活水呢 就是只要每一个部分的人 他不再去限制下游的人怎么去利用 是用开放的方式去平等的禁用的话 那这样他就可以越来越多人去做越来越多事情 那可是为什么我们平常上班这个就已经很累了 下了班还是要做开源呢 其实这件事情呢 有一个研究者叫做Clay Scherke 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认知胜语 Cognitive Surplus 换成中文就是这个 其实很多人他本来就在拍照 这是他的兴趣 并不是为了工作 可他发现他分享到Flickr上面 分享到自由社群里面 就会有很多人按赞啊 会有很多人跟他做讨论啊 这样子这个乐趣是加倍的 那在每一件各行各业上面都是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分享到刺激的新鲜的这些同好 那这个东西不只表现在软体上面 现在就连自己的这个空房子啊 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分享去给其他人 那这样子我们慢慢就了解到说 能够伸出双手帮助别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很喜欢一个哲学家 他就是叫做战地哲学家 很喜欢去这个阿富汗这些地方去调解 他是有一个叫做准效益主义的一个想法 他是说如果你花一分力气 可以帮到别人两分 你就应该去帮他忙 那如果你花十分力气 只帮到对方一分 那你应该去找更适合的人去帮他忙 这个叫做效益主义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用开放的方式提出我们的授权 只要我解决自己的问题 分享出来花了一分力气 能够帮到对方一点零零零一分忙 我们就可以一传二 二传四 四传八 八传十六的去帮助所有所有的人 所以这是像指数一样成长的 也因为这个分享的门槛降低了 所以说我们才会变成开源的这个社群 会变成越来越多人 当然了 以上看起来都是非常利他的 但事实上每天醒来 然后收到感谢函 说这个在某个地方 有人真正在做我做的东西 这当然也是让人觉得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可是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我做出了一个研究 或我做出一个雏形 别人拿去用的时候不用问过我 他会进行改进 改进之后 又有别人拿去用不用问过他 这个东西其实最后对我是有好处的 那我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分支 再合并回来 所以说呢 任何社群就像刚才讲的 如果能够对新参与的人表示尊重 这个社群就会越长越大 反之它就没有办法 或者让我们看见了 那这个东西呢 也就是说透过网路 我们比较没有办法透过一个人 他的年龄啊 他的性别啊 他的种族啊 去认识他 我们最能够认识他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觉得什么事情重要 就是他的价值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稳定的 他比较不会随着一个人 他的身份啊 年纪啊 改变而改变 所以说呢 当你认识别人 做了这件事情 你觉得很重要 那像我以前在做开放圆码的时候 我一醒来 就会收到两三封感谢函 说我这个从来没有听过的 BBC或者是这个什么非洲的 哪一个村庄 用了我写的东西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有动力 那反过来讲 这个是会传染的 我就会想说 我做这个东西 也是奠基在别人的基础上 那我也写封信感谢他一下 这样子社群跟社群之间 人跟人之间 才会开始有更多的连带 那当然呢 这些赞赏啊 这些认同啊 这个感觉上是充满了正能量 但是当然呢 这也不只是正能量而已 因为重点是说 并没有人是一切方面的专家 所以说当我们大家合作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提出邀请说 我某些事情做得不好 那是不是你来帮忙做呢 那这个精神在非洲 他们叫做Ubuntu Ubuntu呢 其实大家可能比较听过 是一个Linux的名字 那Ubuntu这个字 它本来的意思是说 没有人能够 自己成为一个人 一个要成为完整的人 必须要跟整个村庄 整个社会去探索 这个村庄需要什么 自己变成这个村庄的一份子 把别人跟自己平等相对待 一个人才能够成为完整的人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中文的话呢 可能就是人这个概念 就是你把别人跟自己 这两条线 这个画的一样宽 然后呢 是等同的看待 是借着这样等同的看待 我们才成为一个人 那当然提了很多都是这个具体的贡献嘛 可是这些具体的贡献 其实有时候还比不上什么呢 一句嘴炮 就是说 有时候你只要说 我觉得我不是很适合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做 然后我觉得你实在是太适合了 这样子把它这个推坑 有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给予人灵感的这个贡献呢 其实是坑坑相连的 也就是说你建议别人 别人说 对 这件事情很适合我做 那他也会说 可是我做的时候 我也需要你帮忙 慢慢慢慢的 大家做的事情之间就互相连在一起 那这个是奠基在一个好的沟通技巧上 就是我们每一步都要把自己想要做的 还没有做的 做到哪里 这些东西公开出来 特别像说 我现在进了内阁之后 我所有开的会 在打成竹子稿之后 十天之内都会在一个叫做archive.taiwan的网站公开 那所有人就可以看到说 在做部会协调 在做各种meeting的时候 到底我们是在怎么样处理事情 我们目前处理到什么地方 这样子才有可能邀请 整个社会里面比我懂的这些专家们来贡献 这个就是所谓通信协定 能够在容易被找到的地方 找到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反过来讲 如果大家觉得非常完美主义 想要做到百分之百 然后才公开出来 这个包含公共政策在内 那但是很有可能就是说 其实别人已经也做了一些research 别人也讨论到一个程度 可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互相在讨论这个东西 所以到最后一摊牌出来 发现说其实是不相容的 或者在一些基本事实认定上面 就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很容易伤害到不同开发的伙伴 这倒不如说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就把它公开出来 但有的时候呢 其实公开的时候呢 它可能写的比较草率 好比像说在Twitter或Facebook上随便写了一段 或者是说把手上的这个草稿 公布出来可能一百页的PDF 就觉得说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了 这个呢就是人类常有的一个种叫做透明度错觉 好比像我现在在演讲 那我可能觉得很紧张 可是呢其实从我外表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内心小剧场 实在是太了解了 我就会以为大家都已经知道我内心的状态 那大家常常犯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就会有反过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叫做基础归因缘误 Basic Assumption Error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我做一件事情的动机 虽然只有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很透明 所以说我如果做错一件事情 我就会觉得说 那是因为这个情况使然 我下次就不会这样了 反过来如果别人做了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很容易就会觉得说 一定是这个人是烂人 是白目 是小白 所以才会做这种事情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脑里的状况嘛 那就会很容易变成做错事的时候 从别人会以为是个人的问题 但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这是情况使然 但其实这两个状况都是认知上面的偏误 唯一能够解决这个认知偏误的方法 就是自己警觉到 然后并且不断地把自己内心的状态 充分地表现出来 当然在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呢 有时候常会附带一句 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怎么样 但大家知道最好是这个比较好的敌人 也就是说技术问题 尤其是技术问题 大家如果要求其一个最佳节的时候 常常就会进入一个这个僵局 我们花了大概二十年 二十几年的时间 在网络社群就发现说 如果你一定要这个在场的这个十个人 或在线上的二十个人 求到一个精细的共识的话 到最后就是最有空的那个人赢 因为大家都有别的事情做 那个人就一直在洗板 可是他赢了呢 其实也没有赢得什么 因为社群就四分五裂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学到一个 Rough Consensus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大家其实就不要背道而驰 大概有一个方向就好 然后各做各的 重点就是说 你自己在做的时候呢 也对别的做法 抱持开放的态度 只要彼此没有挡到彼此 其实到最后都是有合并起来的 这个可能性的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开放社群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要合并也是要奠基在 把自己的进度公开发表身上 那尤其在这个 我们所谓的东亚文化圈 这个场上会被当作自吹自擂 可是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不沟通的话 你就不可能跟别人学习 举一个例子来讲 其实当然我很喜欢这个 最近过世的一位歌手 叫Lana Cohen 她说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如果你在网络上面po一个问题 没有人回答你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注册另外一个账号 然后上去呢 乱po一个有问题的回答 这个时候突然之间那专家都会跑出来 让说你这样讲错了 事实上应该是怎么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错误才是我们认识彼此的方式 如果你一开始就是用一个完美的方式出现的话 其实根本没有机会跟别人认识 也就是说论坛跟聊天 其实是建立在大家面对类似的问题 这件事情上面的 所以当然取一个搜寻前 很容易搜寻的名字 也很重要 好比像说我们当时取了PITIS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当作我们在行政里面这个办公室的名字 就是因为说用搜寻引擎找这个 找不出什么别的东西来 如果我们取一个很一般的名字的话 那就是很容易就被就是搞糊涂了 那但是呢 即使你取了一个这个很容易辨识的名字 别人也找到你 就会上来问问题啊 好比像说在我身上 我会用slido 或者说我会用wise-like来说大家的问题 并且尽量在24小时之内回答 可是呢 你可能发现说别人会问重复的问题 或一样的问题 但是我很少告诉大家说 几乎从来没有告诉大家说 你Google就好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如果我跟大家说 你Google就好了 或你看说明书就好了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说 嗯 你不需要问人 这样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混结 这个灵魂的连结 就会被断开 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是 他只好去找 更能够去跟他建立关系的人 来建立关系 社群就没有办法组成 所以说呢 重点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这些 一来一往的问题 我们所有这些来讨论的东西 我们现在的每一笔政策 以后每一笔预算 都会给他一个网址 他的目的 不只是让大家能够去检视 而是让大家能够 就这一条法令 或者是说 就这一些预算 去进行实质的讨论 这个就是social object 社会物件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 共同关心的 借着共同关心 大家组成一个社区 所以请绝对不要告诉大家说 这个你回去看预算书 回去看说明书就好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没有机会来练习这个沟通的意愿 当然大家围在一群 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很酸的话讲嘛 这个什么自害啊 取暖啊 小圈圈啊 可是当你要解决一个真正困难的问题 就好像要爬山要攻顶的时候 自害取暖小圈圈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没有这种基本互相信任的关系的话 根本不可能登上这个寒冷的高峰 当然在这中间呢 免不了还是要批评别人 可是批评别人你可以很酸 那很酸的话 可能你很爽 可是别人这个听完之后就不理你了 事实上有没有达到改变呢 没有达到改变 所以说我通常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呢 都是用一个这个态度 这个态度是什么呢 就是在浏览器里面 大家知道说可能会存着某个网站的快取 叫做cash 好比说它半年之前的样子 或者两天之前的样子 那它本来的意思是说 如果它刚好断线了 你可以看它之前的样子 可是有的时候呢 它网站没有写好 它明明已经更新了 可是你的浏览器还停在那个快取的状态 那也就是说有lag 那在我每一次想要纠正别人 或者想要提醒对方的时候 我通常的做法都不是说你错了 而是说 我完全同意你心中的价值 但是目前的事实 跟您当年的事实 可能有一些改变 这边有一些超连结 你要不要看一下目前的事实 现在是什么样 也就是说要清掉快取的这个提醒 你是可以帮别人做的 可是呢 要取得新的事实 这个行动 还是要对方自主的来完成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优雅 那在网络上面的事实上 很多人也是会有做人身攻击 但他只要讲十句话 即使九句都是来闹的 都是人身攻击 只要有一句是有资讯量 不管是具体提供事实 分享他的感受 还是跟你要求事实 请你提供你的感受 就专心回那一句 其实他还是有可取之处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兴趣 就是叫做 拥抱小白 拥抱厨 拥抱中二 这个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比如说他讲十句话 九句都是来乱的 可是为什么会有人 整天来网络上面去酸呢 那我当然是觉得说 因为他在现实世界里面 比较得不到可能这个拥抱啊 比较得不到关爱啊 比较得不到注意力 那所以他只好在网络上面去拿 可是在网络上面去拿的时候 那个是虚的嘛 所以他明天醒来还是很空虚 所以还是继续去酸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除了血汗问暖之外 另外一个可以做的方法 透过网络就可以做的方法 就是说你只认真去回应他那一句 感觉上是有建设性 或你至少可以做建设性解读的事情 那这样大家就会学到说 原来他做这九句话很酸的话 根本没有人会理他 只有这一句有建设性的话 才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关爱 慢慢的一次两次 他就变成一个 这个真正的有建设性的社群的分子了 这个也就是一个倾听的练习 因为如果你看到一句你受不了的话 你就马上回应 不管是用视讯 还是用这个文字去回应 那别人根本没有好好把自己的感受 表达的机会 如果现在呢 反过来是在双方在网络上开战的时候说 那我就这一小时完全就是听你说话 根本就打不起来 因为一个人他 当他充分的陈述了他的意见的时候 其实他的这个火器也消了 然后你就从里面挑出事实的部分去做具体的回应 其实就解决了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就跟我们在http这个协定 有一个预期同工之妙 就当你浏览器跟网站提出一个要求的时候 他可能会跟你说100 就是请继续讲 可能会说200 就是我听到了 我听到意思是什么 可能是30级 他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我不是最适合的 请你去找别人讲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说这个浏览器是正常运作的 但是呢 有时候伺服器会说404 就是4开头的 就是说 这是你的错 我本来没有这个服务的 为什么你要要求这个服务呢 或他会说500 就是说这是我的错 对不起因为我现在当掉了 我们人跟人之间在相处的时候 如果能够不要特别去分 这是你的错或者我的错 你就是说请继续说 说到我听懂了 好 其实我听到的意思 然后或者说这件事不是最适合找我 你可以去找谁说 到这个程度就好的话 其实他慢慢慢慢的就可以 达成一个事与的融合 可以达成一个同理心 那在这个同理心的这个架构底下 才有可能真正变成一个互相帮助的社群 那早期呢 在开源软体里面 我们常会觉得有某些大神嘛 好比像说这个Larry Waugh Guito Linus Tovats 写了Linux 又写了Git 真的很厉害 但是 其实呢 他只是在某些方面厉害 好比像说来画Git的logo 去做这个logo的设计 他其实呢 就相当不怎么样 也就是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那在这样子情况之下 我们都是互相连结的 你再厉害的 就是往一个方向去找 很多很多别的地方 还是需要用谦虚的方法 告诉大家说 我真的不会画logo 请你来帮帮忙 那这个概念就是叫做 Worse is better 中文我把它翻成 列即是夯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好比像说 GitB刚开始的时候 有两个很会写程式的人 但是非常不会写logo 那这个logo呢 做出来其实超丑的 这可能要很用力 才能做到比他们丑 那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还愿意把它挂在 地灵词黑客松的那个 看板上面 然后呢 就会惹怒一位设计师 这个Evan Wu 但是到那边说 这个他浑身不对劲 他如果不去 他做出更好 他更不用做别的事情 只一张图惹怒设计师 他要做一个比较好的版本 但因为他也抛弃掉 全部的著作 全包含姓名权 接下来 我们才会能够有 更好更好的版本 但如果不是有人 一开始不怕丢脸 后面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会出现 也就是说 只是承认说 OK我现在做到这个程度 把它抛出去 然后我欢迎不特定人 即使我不认识 我不熟悉 我平常根本没有接触过的人 来参加 然后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空间 也就是说 不管他是哪里来的 他只要有做出贡献 我就觉得他是社群的 一个好朋友 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用 独特的协作方式 交织成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所谓 Intersectionality 就是说 我可能在某些方面是强势 可是我要用我自己 在弱势的经验 去享受我的强势的东西 可以怎么帮到弱势的朋友 那反过来讲 我在弱势的这个经验 也可以协助我 能够让更能够体会 在弱势的人 他们到底在抗议 或者是在愤怒 或者是在哀伤的这些东西 背后的那个原因 可能没有讲出来的那些原因 到底是什么 那当你愿意去帮助弱势的时候 那同样的 你是用自己当弱势 被帮助的那个经验 这个东西就是给彼此 以一个责任 就是说去照顾 这个大家的责任 那这件事情 当然有很多个人的方式 番茄中啊 inbox zero啊 可以让你答应的事情都做到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要理解到 这些都是一时的 那人生这个本来就是 已经有一个固定的长度 那在这个长度之外的事情 其实你不太可能 真正全部都自己去做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要不断不断的去交接 就像我在这个数位政委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把每个部分都document下来 然后都交给各部会这个借调来的朋友 所以哪一天我不在了的时候 至少我可以保证说 我在这边做出来的任何决定 大家都知道那个log是什么 政策的产销履历是什么 那这样子在交接的过程里面 大家才可以接放 而不是说全部都在我脑里 然后突然之间变成接不下去的情况 那所以这是一个循环 这是一个正常的专案的一个周期 这是任何东西包含人的身体 包含人这个做出来的贡献 到最后真正能够被记下来的 就是我们在彼此心中的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开源社群里面 其实就是用各种各种创造出来的这些创造物 然后来记住说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 他提出过这样一个贡献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慢慢慢慢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文化 然后就会像科学 像任何技术记忆社群一样 把它传下去 所以呢张选有句歌词嘛 说我们不在左右 但是在彼此其中 就是说在这个年代 我们透过虚拟社群 透过网络社群的这样子的一种协作的过程 我们都是彼此的类似分灵体 大家都会记得说 谁在什么情况之下 是怎么样子的样子 所以呢最后在做开源工作的时候 我常常说这个optimize for fun 乐趣最优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只有出于兴趣 出于乐趣 出于喜好 这个东西他才能够每天每天的 我一醒来都还是觉得说 我学这件东西 我没有碰过事情 我很高兴 如果是出于责任 出于义务 出于使命 出于热情 那这可能一下子 他是这个很有爆发力的 但是他很难维持一个 做到好的开源专案 常常需要的五年十年 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乐趣是建立在 刚刚讲的一个稳定的支持的结构 一个社群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然后一个不受限制的 新的看事情的角度 这样子的乐趣才有可能传染出去 才有可能给我们力量 去创造出一些 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长 还要大的一些事物 也就是说这个生命苦短 艺术长存嘛 我们做出来的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他像维基百科 像Linux 像这些东西 就像是一座金字塔 你从外面看这个非常的宏伟 但他事实上就是 大家围在大家 这间建筑物的四周 大家每个人只关心 自己关心的那个一砖一瓦 慢慢慢慢就累积成了东西 所以这样子的乐趣 这是Git的logo 不是Linux Tovaz画的 我觉得这个很棒 他表示说 我们所有的这些开发者 不但自己有连带 跟外界的世界也有连带 我们每一次在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回应 解决这个社会上真正的问题 那在Git这个版本控制系统 刚推出的时候 为了记住它的一些指令 我有一个这个口诀 就是说每一次 我们发现到社会上面 有一个新的状况 有一个新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首先先去接受它 接受说真的有这样子 一个客观的事实 接下来就要开始面对说 我本来对这个东西的感受 跟很多别的朋友的感受 可能不一样 这个东西是要合并在一起 合并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纠纷或冲突 那个是要透过面对来解决的 解决之后 每个人就有自己 能够着手出现 那一部分 那也不用妄自菲果 你如果觉得这件事情 你做得特别好 你就去跳坑 如果你觉得自己 别人做得比较好 那你就这个去推坑 但无论如何 就是每个人 就自己能够做的方式 去处理它 然后最后为什么说是放下呢 因为我们在看人社群 既然都抛弃掉自己 大部分的著作财产权了 那就说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我的了 我这样子做出来之后 就让交棒的人 去往任何的方向去开发 文明就是这样子 一代传一代传下去 那我这个非常希望 大家在参加开放社群的时候 能够存有这样子一种 你做的任何东西 都是为了可能六七代之后的子孙 在做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比较不会觉得说 一定要在这个 接下来一个月 五年时间里面 去求取一个短期的回报 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 所有的技术 都是存着类似的想法的人 透过一代一代的文明 传到了今天 好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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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